大家好,我是蒋静杰 质简,简约不简单,内面不张扬 该系列以面为始,以线为界 以青金属与砂纹质杆机理材质打造简而有韵的轻奢家居空间 灰白胶错的产品主色调 与金属拉手的点缀赋予产品强烈的现代感 整个空间一比一还原了业主家里的入户、客餐厅、卧室及衣帽间 整体以灰白配色为主基调 柜体材料为丝锐布纹 该系列产品有粉末喷涂和吸塑两种门板工艺 新增的喷粉工艺营造的造型轮廓分明、立体感强 沙纹基里触感深受中高端年轻群体的喜爱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质检系列的入户及餐厅空间 整体柜身为丝锐布纹 白色门板为育儿白喷粉 灰色门板为松露灰喷粉 同时镶嵌罗马灰的金属拉手 玻璃吊柜为太郎灰铝框 嵌灰色钢化玻璃 L型的入户空间设计底部镂空换鞋区 回家轻松换鞋又不影响过道美观 中间镂空部分的随手区可以随手放置我们的包包 一门到底的高柜设计简约大方 储鞋空间墙 设计纵向镂空的展示区 与餐边柜的展示区相呼应 增强整体空间的通透感 一字型餐边柜打造宽窄布衣的灵活收纳空间 餐厅的陡柜加大了餐厅空间的收纳利用 台面可以放置板件点亮整个餐厅空间 柜内放置常用的小物件或杂物拿取方便又实用 餐桌椅采用意识极简风格中的高端经典款式 餐桌台台面采用6毫米厚盐板材质 防刮花耐高温 框架采用金属与木箱结合的结构 兼顾又耐用 客厅电视柜和沙发装饰被柜则为吸塑门板工艺 门板花色为炫耀灰 电视柜纵向延伸设计 白色的门板有效规避空间的压抑感 电视柜分为展示区、视听区、收纳区 展示区通过太廊灰铝框搭配灰色玻璃 可以放置客厅的玻璃器皿、摆件等 通过灯光的折射出一丝奢华的光影氛围 高柜门和顶柜的收纳区设计 可以放置家中各类物品 让整个家的空间整洁不显凌乱 沙发质地采用进口的绒布 质地柔软、轻薄透明 手感滑爽、富有弹性 不易起皱和变形 靠枕、抱枕、坐包的前五公分厚的填充物 都是采用东北的白鹅绒 白鹅绒的舒适性好 手感细腻、没有任何异味 所以坐感和舒适度都非常的好 休闲仪采用了意大利进口最顶级的那帕皮 皮质表面毛孔细腻、柔软、光滑 皮纹清晰、富有弹性和延展性 框架都是采用了世界500强的宝钢集团 所提供的不锈钢 让休闲仪结构更加稳定耐用 家具整体采用低饱和度的冷色调 与质检系列的色调形成高度同一 凸显中高端年轻客户群体 青睐的轻奢时尚感 在整体灰白色调的空间中 加入一抹蓝色 使得整体空间更为民动耀眼 质检系列的U型衣帽间采用丝锐布纹 以炫芽灰吸塑造型纵向高绘门 和黄铜拉丝铝框灰色玻璃门交错排列 丝锐布纹的抽面和松露灰喷粉装饰背板 强化空间灰色调 产品化繁为简 以整为主 整洁大方 胭脂红皮纹软包换鞋坐垫 使得整个空间富有温度 搭配背板设计镜子 与隐藏式灯带装饰 既增加了空间的视觉感 又显得更加美观 大气 卧室由衣柜和飘窗柜组成 整体采用丝锐布纹的柜身 搭配吸塑炫芽灰门板 处一区采用高柜门 抽屉 套柜 开放层板组合运用 打造宽窄布衣 生前有别的收纳空间 满足不同物品的收纳需求 血眠区采用软体半皮床 床瓶接触面为真皮石墨灰 配琥珀成仿皮 生灰掉的床体与整体空间色调 和谐统一